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我车 最近香港终于完全正式通关了 接近开放再也不需要核酸和预约 可以想什么收取就什么收取啦 我这一张18年预定20年派货的马克44反号客装甲 终于可以去取货啦 那个预定单不是之前做30反号客的时候就撕掉了吗 那个只是道具而已啦 带来了三千五公斤等个我 于是我派工具人拉着小拖车搭着高铁 来了一趟4小时的香港暴走行 多余的事情一点也不干 直接把这个反号客装甲 八三四岁从香港拉回家 那据工具人描述他过海关的时候被拦了 毕竟这么大个箱子 不查你就见鬼了 那理由的话就是海关大叔说 昨天看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东西过关 所以非常好奇我怀疑你们在人众祖司老实交代 看来隐忍三年的人不止我一个 那解释了半天之后呢 还好旁边的海关小哥有砍骨钢铁匣 也懂得一点点模型啊 就过来帮忙科普了一下 因为定金呢是四年前给的 所以这一次尾款呢只有3650港币 就不用打碎了 直接通过 登登登登 看看这个体积再对比一下三菱的仿号客 终于啊就知道为什么那张订单我没损着撕了吧 那虽然说可能陆续啊还有玩家去取货 但是开箱拍视频分享的话呢 估计啊我是前往最晚的了吧 所以呢我打算用最近非常火爆的 ChatGPD来写写稿子 那一开始呢看起来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哈 从归中去 但是一深入啊就直接烂了 如果我做视频文案可以只是这样的话 那该多好啊 在经过了一番调教育学习之后 他终于给出了一点像模像样的内容 正当我准备让他拓展一下内容的时候 这是什么东西啊 号称最强人工智能就这样敷衍我吗 是我打开的方式有问题吗 还是说我聊天的水平太拉狂了吗 你这样子糊弄你的客户 你的良心不会毁灭吗 OK可能真的是我问的问题啊太笼统了 那就稍微详细一点吧 比如手部的可动 你是有多想强调这玩意儿可以实现90度抓握呀 这玩意儿能实现90度抓握就那么让你兴奋吗 搞错它的颜色和体积也就算了 但是问你可以怎么玩 你就告诉我可以把它放在展示厅里 放在展示室里 放在展览里 放在展览里 然后复制粘贴敷衍衍我 我需要知道的是可以怎样进行法玩 为什么你那么执着它可替换的腰带呀 但是它根本就没有腰带呀 越说你还越来劲了呀 经过一番折腾了我才发现这个Chad GPT是个山寨吧 心里憔悉还是老老实实的正常分享吧 首先为了证明这个马克思四年份来看看这两板电池 经历了将近四年的洗礼全部漏液了呀 按一块钱算的话 这里直接血亏四十块 还好不是储藏就放在反号客里面 包括了战损替换胸甲 马克四十三半胸巷 一些搭载马克四十三时需要的配件 一个迷你的维罗尼卡 还有就是这个打装机手臂啦 那打开成层包裹的驾驶舱里面的机械细节啊也没有马虎 安装的过程呢都非常的丝滑 基本上啊所有的连接部位呢都是带磁吸的 放上去稍微调整一下就到位了 那胸部呢可以在战损和正常的装甲之间呢进行选择替换 同样啊也都是磁吸的 那全部关上或者说是打开展示呢我觉得啊都OK啊 因为呢马克思四的头部呢也有一些小小的把玩机构可以展开嘛 打开呢会显得更加的有层次感 全部盖上的话这个半胸巷就显得有点浪费了 毕竟这个胸巷都有做发光设计 应该多附属一个地台单独展示 当然直接塞一整个马克思三进去啊也是可以的 随和呢还配备了黑丝袜以防寡秤 不过啊我所投呢没有马克思三 现在网上呢好像有好价了 看看能不能随缘收一个 那就算装入一整个马克思三 也不会对可动造成太多影响啊 因为这一款马克思四的腿部啊几乎是固定的 本来也没有什么可动 除了可以前后稍微踢上那么一档 迈开一点点步子以外呢 是不可以测踢张开的 毕竟马克思三本体的腿部呢是要放进去的 这样一张开呢就会对托尼造成撤单伤害 头部稍微有些活动范围不是很理想 跟碎落枕差不太多 肩甲可以多段展开 拉出之后上台不会寡秤 手臂可以360度旋转 但我觉得关节连接位的细节处理 比起三零来说差点意思 各处的常规旋转呢都没有干涉 360度任意调整 就是有点紧啊 手肘内部呢有弹簧伸缩 增加活动范围 外侧也有可独立活动的外甲子胸 手腕部分的护甲呢会随着手上的扭动伸缩 好拼 四指独立可动 这么大的体积也不是什么难事了 两侧的壁甲可以展开 还原电影中的雷射与电机装置 胸腹部连接处即使搭载了马克43胸像 也还能进行一定程度扭动 整个腿部呢有前后踢各一档的齿轮调节 需要将腰甲打开才不会干涉 膝盖的弯曲非常紧实 紧到我怀疑是不是被碾死了 考虑到要承受那么大个体积和自动 感觉还是挺薄切的 脚踝的可动有点不太尊重大腿 可以调节成这样 但是步子迈不大的情况下 要那么大的接地范围也没有什么用啊 不过据说当初刚设计马克44的时候 并没有考虑能够完整放入马克43 是后来能受到玩家们的强烈要求 才重新设计中间收纳的部分 那猜测脚踝这里并不影响更改的部分 所以保留了下来 再来看一下这个打装手 除了和原手臂一样有伸缩弹簧遮羞等结构以外 中间还有两段可以伸缩的部分 手指虽然变成了三指 但是可动和发光一个都没有落下 替换成锁扣臂呢 则需要用到螺丝刀才能够将原来的小臂拆下替换 将整个手臂替换 除了需要用到螺丝刀 还得用上专用的拆卸工具 才能够相对轻松的将整个手臂取下 好在这一些小工具都有附属 那剩下的就是这个小小的维罗尼卡啦 比起本体啊 这个没有任何结构和可玩的小摆件 只能说是像一个正品了啊 最后来看看发光机构 光看刚才发霉的电视啊 就知道这款马克44啊 妥妥的电费战士 除了马克43的头胸灯以外 马克44本体发光的部分 包括了头灯 胸灯 背后的喷口 两个手掌 镭射臂甲 打装手 小腿的前后侧等部位 尤其眼睛部分啊 仔细看还能够看到眼灯的细节纹理 老实说啊 全部点亮的效果呢 还是非常赏心悦目的 也不枉工具人 拔三四水 翻三越岭的将它从香港扛回来啦 那从2018年12月16号下单看涮起啊 到拿货的2023年2月13号 因为疫情的原因 我整整期待了1520天 整整四年的时间 人生有多少个四年呢 从期待到煎熬 再从煎熬到麻木 好在我最后还是没忘记我内心的那一份热情 把它借回来了 尽管可能是全网最后一个开箱分享的人 但是我面对这个无比霸气 堪比雕像的马克44 内心还是充满了震撼与感触 最后希望所有热爱魔王的小伙伴们 都能够早日玩上自己心心念念的玩具 OK 高中烧工 果实车 记得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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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